北京时间1月13日 NBA2018-2019赛季常规赛继续进行 今天西部倒数第一的菲利克斯太阳队坐镇主场 迎来了西部第一的丹佛决金队的挑战 最终太阳队以102比93到冷击败的绝金队 让人大跌眼镜首节比赛开打 爱顿行进间灌篮得手 为太阳队先把头瞅目雷命中技术幻规发球鱼以回应 约基奇杰米尔萨普助攻上篮命中杰克逊跳投得手鱼也回应 此后两队比分持续交主 从本节比赛还剩一分25秒的时候开始 霍姆斯 丹尼尔斯 乌布雷 阿西轮番取分 太阳队突然打出一波11比3的攻击波结束 本节首节比赛结束太阳队再以31比23领先 第二节比赛开打 福尔摩斯 乌布雷 爱顿 又是轮番取分 将比分拉开到了37比26 并很快打停了绝金队 暂停回来两队交替掌分从本节比赛还剩7分51秒的时候开始 杰克逊连得4分将分差拉开到了15分 并再度打停了绝金队 暂停回来比斯利连得4分将太阳队打停 暂停回来杰克逊 爱顿 乌布雷 联手打出一波7比2将分差拉开到了16分 此后 太阳队得分势头 在晚没能进一步拉大分差半场比赛结束 太阳队依然以60比4时期领先找两位数比赛 进入到第三节约机器先取两分 爱顿连得4分直接将绝金队打停暂停回来两队交替掌分 从本节比赛还剩8分17秒的时候开始比斯利和米尔萨普合力贡献 5分将分差追进到13分 太阳队随即请求暂停暂停回来约机器率队 一度将分差追进到了8分 但他们的得分火力始终没能帮助他们 更进一步节目 乌布雷命中一记压哨打扮3分 本节比赛结束太阳队依然以81比69 领先找两位数第四节比赛开打扣两队交替差分 太阳队在本节比赛还剩8分45秒的时候 带着13分的领先优势率先请求暂停 暂停回来比斯利命中一记三分 爱顿刀杀伤两罚权重于野回应 乌伦命中个人分场第一记三分 将分差拉开到15分并打停绝机 暂停回来约机器率队打出一波7比0的攻击波 将太阳队打停 暂停回来太阳队无距离决筋队对攻 太阳队在本节比赛还剩1分50秒的时候 带着9分的领先请求了暂停 暂停回来太阳队顶住压力 拿到了最终的胜利技术统计决筋队 运机器23分10个篮板 4次助攻比斯利21分 木雷12分9个篮板 5次助攻米尔萨普 10分11个篮板 2次助攻克雷格 2分5个篮板 2次助攻 莫里斯12分4个篮板 5次助攻普拉姆利 6分4个篮板 3次助攻巴顿 6分5个篮板 3次助攻 太阳队爱顿 22分13个篮板 3个封寨杰克军 15分4个篮板 5次助攻 波轮9分4个篮板 3次助攻 2次助攻 2次助攻